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 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 我省党史学习教育已经全面展开 视线推出特别策划 学党史物思想办实事开心局 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 解读中央和省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 报道全省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广大党员干部以学习推动工作落实 服务振兴发展的实践 下面把时间交给管旭 好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实十分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 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做出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先后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言三十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这次党内集中教育的主题是学党史 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 启迪智慧 砥砺品格 我们从党史当中会汲取智慧和力量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也是推进全面存原制党的需要 党的四八大以来 全面存原制党取得了封策的成果 在建党一百年的新的起点上 我们从我们党一贯重视加强党的建设的光荣传统 继续把全面存原制党推向深入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党历来注重党史学习教育 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 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 百年奋斗路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思想密码 我们要倍加珍惜党的历史 深入研究党的历史 认真学习党的历史 全面宣传党的历史 从党史中汲取丰富的思想滋养 焕发既往开来干世创业的豪情 引领全党全社会走向更光辉的未来 通过学习 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名理 学史增信 学史重得 学史立行 这次党史学习教育 以现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 同时以党内学习 带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 普及党史知识 党史怎么学 总书记提出四点要求 加强组织领导 树立正确党史观 切实为群众半时事解难题 注重方式方法创新 党史观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区别 高标准 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就必须树立正确党史观 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 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 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 主流本质 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还应该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红色资源 我省红色资源丰富 从马克思主义思潮在这里传播 到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军民抗击侵略 辽审战役在这里打响 抗美援朝从这里出发 建设时期 辽宁永挑重担 进现长子情怀 改革开放中 辽宁永利朝头不懈探索 雷锋精神 劳模精神 从这里广泛传扬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必须挖掘利用好 我们家门口的红色资源 讲好党史故事 各级党委党组 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 要把学习党史 同总结经验 观照现实 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 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 不仅党内学 还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 深入人心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 取得扎实成效 好了 今天的视线 就关注以上内容